小港医院庆祝16周年院庆 也希望持续为地方提供最好的医疗照顾 高雄小港医院为第一家公办民营的医院 自民国87年成立至今已有16年之久 历经16年的在地生耕 上周特地举办16周年院庆典礼 此次典礼很荣幸邀请到多位长官及嘉宾 历临语会他们也对小港医院表达了肯定与期许 深化在这个医疗体系的一个配合 吴院长也是担任在院长的时候 也是一直继续深化 所以我们现在在高一体系对外的重大的合作方案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高一的旗帜 以负责医院为民导的核心的大独小港 未来还有其今都一起加入 感谢这个小港医院 从我们公办民营的发源地 来对于包括我们小港前镇 林园 凤山 大辽等地所有居民的照顾 同时也成为我们公办民营的一个标杆 那陈主刚刚当时 刘校长特别提到的 齐靖医院成立了 小港医院更肩负 只要支援这个齐靖医院的一个重责大任 所以对于齐靖医院的任何一个福 我想我很有信心 其实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这个社区 所以在地社区的经营和在地社区的部分 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认真地做这个团民 这个团民怎么做 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很多人帮忙 这个团民有很多在地的慈善团体 以及相关的工业团体 都对我们有一些相对的一些 不管是经营方面还是公民大方面的支持 小港医院历经16年服务地方与生殖社区 获得各界极大肯定 在院庆典礼上也颁发感谢状 来感谢长期许多合作互助的团体 未来小港医院将持续守护地区居民的健康 以更好的医疗品质来服务民众 法界新闻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